爹,这里有打斗过的痕迹,应该是有动物在这死咬过,看着动静还不小呢 是啊,血迹还没有干,应该还没有走远,都小心一些,别被偷袭了 话音刚落,突然身后传来一阵沙沙声,经得郑老爹一行人连忙转身 只见白狼威风凛凛地站在那里,身上一大片血迹显得有些触目惊心 郑老大看到是白狼也不怕,心疼地朝他走了过去 白狼,你这是受伤了吗?怎么流那么多血?我这里有药,你别动,我帮你上药 白狼似乎听懂了郑老大的话,微微摇了摇头,转身向一个地方走去 大概走为一两百米,白狼停下了脚步,只见前面不远处空地上 躺着一只体型硕大的野猪,竟然比普通野猪个头大了一半 野猪旁边还守着几只灰狼,怪不得白狼之前拦着不让他们上山 在这么大的野猪面前,他们几人都不够塞牙缝的,看到野猪的惨状 他们才发现白狼一身的血都是野猪的,他自己并没有受伤 狼兄,幸亏有你,要不我们就完了,以后你就是我正满堂的兄弟了 好了,我们收拾一下赶紧把野猪抬下山吧 薛幸亏这么装,恐怕会引来其他野猪 老大你们看几颗粗一些的树干,这野猪个头那么大 抬下山恐怕要费一番功夫 还好来的时候带着绳子够用,几个人睡了好大功夫,才把野猪五花大宝 我的哥娘爱,这可真诚啊,要给我差点一口气买上来